委員羅庭偉等19人擬據的財政收支劃分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草案 委員政政前等21人擬據的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八條修正草案案 那現在我們請醫生人員宣讀委員羅庭偉等19人及委員政政前等20人分別擬據之條文 預計宣讀時間一分鐘 宣讀完畢後我們就開始進行廣泛討論 宣讀委員提案條文 委員羅庭偉等19人提案第四條刪除 委員羅庭偉等19人提案第八條 同國民黨黨團提案第八條 委員政政前等21人提案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 同國民黨黨團提案第八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三項修正為第一項第一款之所得稅 應已在直轄市縣市徵取之收入5%給該直轄市縣市 第四項第五項 同國民黨黨團提案第三項第四項 委員羅庭偉等19人提案第十二條 同委員林思敏等20人提案第十二條 委員羅庭偉等19人提案第十六條之一 同國民黨黨團提案第十六條之一 委員羅庭偉等19人提案第三十條 同國民黨黨團提案第三十條 委員羅庭偉等19人提案 副表一删除 委員羅庭偉等19人提案 副表二删除 宣傳幣 我們現在進行廣泛討論做以下宣告 剛剛我們委員都有到台前來登記發言 要發言的委員請到才還可以繼續來主席來登記 我們十點半截止登記 本會委員每位發言是八分鐘 必要時的延長兩分鐘 八加二 非本會委員就列席委員 我那個不是程序發言 我現在是廣泛討論 上面有寫程序發言嗎 這張不是程序發言 這張是廣泛討論 你簽名的時候沒有注意看 你們想做程序發言 我們也可以 沒問題 沒問題 那你們要做廣泛討論嗎 好 那可以 那等一下 那請坐下來等一下 好好來 那等一下 可以可以 請坐 好好可以 那因為這張是廣泛討論的 我還沒有做好 你要程序發言 那可以程序發言每一位三分鐘 要程序發言請來這邊簽名 好 那個上面這一張 我們剛剛簽是廣泛討論 大家有沒有注意看 要做程序發言 歡迎 我們會讓大家唱左一言 好好發言 這是廣泛討論的 程序發言是左邊那一張 廣泛討論是後邊這一張 剛剛那張是廣泛討論 大家簽名的時候請注意看 上面有寫廣泛討論 歡迎大家唱首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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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幾位 現在有幾位 我們現在有十二位委員簽名要做程序發言 還有沒有在場委員還要做程序還沒有簽名的 我們稍微再等一下 還有沒有人要上來簽名 如果沒有話 我們就這十二位委員做程序發言 每一位委員程序發言時間三分鐘 好 我們先請程序發言結束以後 然後我們就開始進行廣泛討論 好 簽名委員沒有簽名的 要做程序發言的 郭國文委員有要做程序發言嗎 沒有 看你要嗎 如果要就上來簽 沒有就不用 好 就這十二位齁 好 我們現在先請 蔡余委員好 每位三分鐘 謝謝 主席各位同仁 那我们今天我们财政委员会 排审的财政收支划分法 那我们知道财政收支划分 主要是关于中央跟地方政府之间 他们关于统筹分配的一个比例的问题 那也是关于当年度中央政府 因为国人的税收 然后有涉及到如何去做分配 那这个分配主要有垂直分配跟水平分配 那垂直分配当然就是说 中央跟地方的一个比例 那水平分配就是不同的地方政府 他要根据不同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指标 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数 然后来做地方政府应该可以拿到多少统筹分配盘 当然我们知道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之间 除了统筹分配之外 事实上也有所谓补助款 那我们知道这几年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补助款 事实上是每年都在增加 所以地方政府也因为补助款 可以大幅度的拟补它统筹分配上 不足或者是其他有缺陷的一个地方 是由补助款来补助的 这个是过去的这样整个一套的一个制度 那如果今天我们大家对于财政收支划分法有意见 然后认为过去的制度没有达到好的话 我们当然是可以来讨论 但是我认为有一个前提非常的重要 就是我们现在最要紧的 我们要赶快处理明年度的总预算 因为我们知道说到了今天已经10月22号 已经10月22了 所以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年底 然后我们只剩下一个月 差不多剩两个月又10天的这么短的时间内 我们要处理明年三兆1325亿的东央政府的总预算 如果我们这个总预算没有好好来审议的话 我们明年有很多 不管是新增的预算 或者是新的一个项目 是没有办法被执行的 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那目前总预算卡住的原因 当然说我们今天下午一点半 韩国瑜院长有在排草野协商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卡住的原因 目前大概就是三个理由 其中国民党最坚持的 大概就是禁法补偿这一项 因为国民党认为禁法补偿 有经过删毒 有经过法律的一个审议 当然这个正义点也在于说 我们对于当年度 2019年所通过的 财政的一个纪律法 我们认为财政纪律法第七条的精神 我们在法律案在编列预算的时候 不能为定额的经费或者是比例的一个保障 这个是财政纪律法的一个精神 那因为违反这样的精神 我们认为这件事我们可以好好来讨论 那行政院也有一定的诚意说 好我们禁法补偿我们从三万 先把它提升到四万 剩下的部分由基金来做一个处理 所以也是尽量要达到 国民党的委员或者是 我们希望给原住民禁法补偿 要有给他的一个金额 我想这个我们下午一点半 也还要来进行来超越协商 那我们也期待的就是说 我们赶快就这样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起义 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 平衡点之后就拜托 我们的国民党 我们不要再来党这个总预算 把它搁置在程序委员会 我们希望说我们就给他复委 我们就来拜托轮 接下来总招力也很忙 这个陈玉珍招委跟我们的赖会员两位招委 你们一定会很忙 因为你们也开始要紧锣密鼓 要开始一礼拜 我们的民党终于是每个部会 他们明年编的预算 到底有没有核实编列 这个预算有没有被浪费 有哪些需要删减 有哪些需要冻结 我想这个工作这么多 所以有记者 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是什么的总共资 我希望我们今天财政收支发生法 我们就把大家都有条文 刚刚我自己也有条文 我自己对于水平分配 我自己的一个主张 我想我们就先收集好每个的意见 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对于财政收支划分 因为大家来自不同的选区 来自不同的一个地域 他们对于这个水平分配 一定都有他们的看法 我们就尊重我们再用多一点时间 收集多一点法案 我们不要急着 今天就要就这个法案来做实质性的讨论 我感到就是说 呃这个 嘿 啊真的就是吼 这个重点啦 重点 因为我感觉这个牌子拿出来 我觉得有时气氛会比较差 不然我也是要拿起来 我感觉说 爪位 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吼 尊重 尊重 不过你尊重一下主席的权利 我们不要党总预算 那你再一下 然后这边又要抢 这一个吼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的预算 我感觉这样起来是不好 那这个会期 我们就好好来处理 我们的总预算 然后我们再用多一点时间 然后我们再用多一点时间 我们可以吸纳更多的法案 让大家快拿出来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对于地方的一个看法 我相信你看 賴慧元委员他来自台南 台南有农业也有工业也有商业 所以在这么多情况之下 我相信台南对于财政收支发生法 有他的一个主张 对不 啊像我们赖事法委员 赖事法委员很不简单 当年的财政纪律法 在109、19年的时候 就是赖事法 这个 蔡委员如果你要继续发言 还是我们等一下再开放第二轮好不好 好我们还有广泛讨论也有十几分钟 好你已经讲了六分钟了 我们尊重一下后面委员的权力 那个已经在第三次 那个已经是按第三次了 你已经3加1就要1了 你已经3加1就要1了 台湾真是广泛讨论 广泛发言 今天 今天 不要逐条你不用担心 我不要逐条 尊重了可以了 尊重了 尊重一下后 好 可以再来登记 可以再来登记 可以继续发言 我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不用担心 廣外讨论还有 等一下 可以可以继续发 登记 可以喔 程序刚刚已经宣布停止了 我们这次你再来登记好不好 程序 程序 等一下 各位 大家请先回座 没关系 程序发言 刚刚已经登记截止 如果大家讲完的时候 不用 听我讲 不会不会 我会让他讲完 请大家回座 刚刚说了 没有没有没有 大家回座 我们程序发言是3分钟 刚刚蔡依伟已经讲了6分钟了 如果要再发言 我们还有第二轮没有关系 大家不要急 一定会让大家 我会排两天的议程 大家不用担心喔 这个 尊重后面委员发言的权力 齁 蔡委员 后面委员也要发言啦 那个 现在我们 等一下齁 没有没有吵 请大家坐下 蔡委员要发言继续登记 没有问题 请大家先回座 请大家先回座 不用担心 等一下再登记 第二轮等一下 第二轮等一下 好吗 不要吵 不要吵 你一定不太接完 你手提的一定接完 各位委员 今天有充分的时间 我排了两天 大家不要急 大家不用 開不完晚上还可以再开 没有关系 那跟他刚刚讲太久 已经影响到后面委员的程序 来请垂座 刚刚这个是第一轮的 程序委员会三分钟 他已经讲二十分钟了啦 磨砂了 影响到别人了啦 影响到其他委员了 你知道啊 對不對 還可以第二次第三次 我跟你讲啊 好啦 等一下第二次再登记 好 來 第二次再登记 已經講二十分钟了 還要怎么样 還要怎么样 好 賴伟 你的表要换了啦 拿二十分钟 好 来各位 我把规则再讲一次喔 好啦 好啦 我要对我 三分钟到的时候 我先再讲一次喔 大家注意听一下 每位人发言三分钟 到时候我们会按零 按零我們继续算 每超过一分钟 我们会再按一次 好吗 大家听到 剛剛他已经被按了四次零 已經六分钟以上了 我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不用担心 不然那个 蔡委员 你尊重一下 下一位委员要讲话了 大家请坐下 等一下可以继续讲 我們還有廣泛討論 還有每個人都有可以一輪二輪三輪可以開到晚上大家不要急齁 我們今天開到晚上也沒有關係齁 我還沒請你發 請等一下我把這個秩序講一下 每位委員三分鐘 超過以後每一分鐘我們再按一次零齁 剛剛蔡宜委員說的這個預算齁 請行政院趕快 你也是幹部趕快推一下行政院 趕快把預算編好 依法編列進來我們趕快審齁 好 幹部回去 對 有有有 一直按啊 按到希望他下來 對 一直按 一直按 但我現在要尊重一下後面的委員啦 有啦 有一直按啦 有一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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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尊重 你要再發言可以我們再讓你登記嘛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可以在第二輪登記 還有廣泛發言 今天可以開到晚上大家不用急這個是排到禮拜三的好嗎 好 那接著 可以啦齁 我們請第二位登記發言的委員齁 好 我再講清楚一點 程序委員每一位 程序發言每一位委員發言三分鐘 三分鐘到的時候我們會按一次零 然後超過時間每一分鐘我們會再請這個 這個紀錄台再按一次零 我希望大家 自覺啦 自覺尊重後面還有要發言的委員 那今天剛登記程序發言的委員 總共有 13位 吳立華爾登記 13位 13位委員 剛有問說 有沒有要再登記的齁 大家都沒有嘛齁 那我等一下第二輪也沒關係 第二輪我們再重新登記好不好齁 對 要要要大提討論 還有大提討論 也已經登記了 我們也會進入大提討論這個都會齁 大家不要急齁 好 就是會讓大家廣泛的發言 多多的發言齁 暢所欲言齁 大家可以挑燈夜站齁 我想官員要陪著我們來 還沒有 還沒有 等大家講完嘛 等大家講完 如果大家都照準時講完 大概三十幾分鐘後就有第二次 不知道說不定沒有人要發言啊 還有廣泛討論啊 好 請等一下齁 我們接著 是不是讓這個 登記程序發言的第二位委員齁 吳秉瑞委員發言 那每一位委員是三分鐘請注意時間齁 要講可以再繼續登記 尊重後面登記的委員好嗎 好 請說 我覺得如果大家這麼想發言 廣泛發言 我們可以再根據第二次 第三次也沒關係 要看大家如果照遵守的話齁 如果每個人都遵守三分鐘 現在還有十二位就三十六分鐘 如果有人跟剛剛蔡委員一樣比較喜歡發 就是有很多想法 政變的很多想法 想讓大家知道可能是一個小時後 這個要看大家尊不遵守秩序 沒有每個人都三分鐘齁 如果要尊重後面委員 你可以再登記一次 那可以齁 那根據這個 我們 議事規則齁 第五十八條齁 這個 列席委員不得做程序發言齁 這個我剛剛意思這邊說的齁 這個 出席可以啦 出席可以 等一下我看一下哪幾位 大部分都是本委員會的嘛 一兩位而已啦 一兩位不是啦齁 沒關係 後面不行我們劃掉 你就會 那你也是本委員會的嘛 還不是 好啦 我們大家不要再提問 讓無比委員發言好嗎 有問題等一下再提好嗎 好 你先問 這是什麼 非本委員會 那你已經發言了 對 沒關係 沒關係 不過沒關係 好好好 OK 可以可以 你坐下 我機會讓你繼續講你坐著 要會議詢問也可以齁 好 請坐下來 對對 等一下另外再登記 另外再登記 沒關係齁 等一下要發言的 我們會再給大家實現登記 等一下程序發言會照這一張 對會會 會照這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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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請坐 所以我們會前序發言 不行 他說 裂席的不行齁 就啊 揮旋可以登記 好 那你們要詢問我們等一下讓你們登記 讓你們講 我們讓你們講好 你們這樣弄錯了 弄錯了 弄錯了 會議詢問我們要再登記 怎麼樣 好 好 好 OK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對 我們會讓每一位委員都發言 對對對 好 就是這樣子 OK 好 來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一般我們程序發言是三分鐘 會行為是一分鐘 那剛剛因為大家都登記了 每一位都給三分鐘 讓大家唱所欲言 那如果發言完畢大家覺得 但我希望大家要尊重 因為後面有人要講 你可以再來登記第二次 我會再開放一次給大家登記 再發言好嗎 讓大家再講 那登記 講三分鐘到時候 我站起來的時候大家自覺的是 說一下委 好 這樣還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喔 本會委員我們來做這個程序翻 那如果非本委員你就上來做會議群 沒關係 我們就讓大家唱所欲言 好 那大家都沒有意見 沒意見 吳秉慧委員 好 謝謝 終於輪到我了 那這張我是跟這個蔡宇 這個我們的書記長借用的 的確我也贊成他的講法 總預算卡住沒有副委 財委會沒有總預算可以審查 結果現在趕快要來弄這個財劃法 那這個是不是不審預算 只想搶錢啊 他這個講法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很不好 其實財劃法它的修正牽涉到很大 這不是光只有錢的垂直分配 跟水平分配的問題 因為你錢要拿錢要辦事嘛 所以還有包括到底地方政府 哪一些工作他要拿去做 才能增加這麼多錢啊 不然平白多這麼多錢掉下來給他 他要幹嘛呢 他要放到銀行存定存嗎 還是說他要趕快去找個地方蓋蚊子管 然後來去消化這些預算呢 所以光只有要把錢下放 我覺得這個討論這個命題是不完整的 應該要連地方制度法 權如何分配 哪一些事情要由中央撥到地方來 搭配的錢的分配 權跟錢要一起做整體的考慮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建議召委 無論是陳召委還是我們的賴召委 應該對這一方面也要開公聽會啦 上一次陳召委開的公聽會 只有關於這個垂直的錢如何分配 水平如何分配的討論 這裡要包括四權的分配 你錢拿到就有意義嘛 錢拿到是要花在刀口上 是要造福我們的國民的嘛 那你只有光分配錢 那就中央錢少了那麼多 中央本來他該做的事情 所以編不出錢來做 就地方 該做的事情沒有增加 突然多了一大筆錢 突然多了幾千億 那地方政府如何消化這個錢呢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討論是不夠的 欸 來前衛跟陳前衛 我是在跟你們對話說拜託你們 說聽會要開這個啦 要把地方制度 跟財劃法 的大方向拿出來一起談 不要光只有談地方 財政收支劃分法 那財政收支劃分法 大家就知道又涉及到 垂直分配跟水平分配 其實我們政府因為這兩年喔 我們的財政收入都遠大於預算數 所以到了年底的時候 每一個地方政府都分配到很多的 多一筆的 這個 統籌分配稅款 以我的了解 很多的縣市 如果照目前的制度 他要辦的事情 現在錢都夠了 他不但沒有負債 還還了不少錢 這是事實的狀況 我們可以查證 那如果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還要一口氣丟那麼多錢給他了之後 他要如何消化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我在這裡 再提出我 層次的建議 我希望 陳招偉跟賴招偉 你們除了財政收支劃分法要跟地方制度法一起 並一起談 談個大方向 如何 權 事權 如何分配 這樣子問題才有辦法全面 謝謝 謝謝吳委員 剛剛他說到這個地方制度法 我們今天有 有出席的這個 列席的這個 列政部名證事專門委員有聽到 回去要請列政部 趕快提出 相關的地方制度法的修正 不然我們立法院是不會在等你們 列政部名證事一定要記起來 吳委員的這個發言的重點 第二個是補助的部分 我想地方政府要錢 這個也不會沒事做 現在做的就是 總共給的錢 那現在是 地方以後不用像 乞丐一樣乞討 就是 照正常的這樣 這樣的到他正常程序在走 民政司有記錄 地方制度法要記下來 這個要修正 同步要修正部分 趕快 身為執政黨要趕快的 努力進行 接著 我們請第三位 賴司法委員 謝謝主席 以及各位先進 看到今天這個場面就知道 民進黨團是有貝亞來的 這個貝亞也沒有講清楚 功課也沒有做主 他講說我們要一所搶5771億 這個是舊的資料 現在是三千兩百多億 你們資料都錯了 要做 看法不對要做 要幹 這樣要用手 這版本 要用手 我知道你們助理在講什麼 我們的黨團最新的是三千兩百多 好啦 有啦有啦有啦 沒關係啦 這個今天啦 我們知道 這個民進黨團 我告訴你拜託尊重一下 你說我都沒差 我講一下 很怕我講 這個大家知道民進黨團 不要這個案子嘛 今天給大家看都是 一場戲啦 那我們也尊重 不過 主席一直沒有講一句話 主席說今天沒有主條啦 所以你今天用假拔的啦 今天也沒有主條你們要阻擋什麼呢 今天就讓你們講一直講一直講 今天講不夠 禮拜三再講 你一直講 你們說今天來是假來的啦 老實說 因為今天就不要主條 都不要主條 連大體討論都在緊張 還要成績發言 還要這個 所以你們要 要背格要 要軟背格也要 看清楚今天是啥 What's going on 啊了解一下 今天就沒有要主條 啊老實說我要 會議成功啦 為什麼今天不要主條 陳立正大會 你們說一個本頂 已經工廷會搞這麼久了 只要明天晚開了工廷會 陳立正招也開了工廷會 然後從上個會議到現在已經幾個月了 啊為什麼不要主條 啊財政部藐視我們 明明說 這個會議之前要提出他的本本 也沒有 後來才了解為什麼沒有 左龍他也在大院去講呢 他說目前就是最好的本本 目前叫什麼 皇帝安起制啊 把各地縣市政府地方政府當作乞丐一樣 我賞識你啊 給你比較多 啊今天你比較多 齁你這個天氣好 你笑容比較多多給你一點 就這樣啊 所以很清楚看得到 達南錯論他要目前這個制度啊 因為這個制度就是皇帝恩幾次啊 中央是皇帝 地方是乞丐啊 就這樣啊 故事就這麼簡單啊 所以說垂直分配水質分配都非常重要 剛才我已經提案了 要連署一個東西 就是 我們以後每一年一定要增加 一定要增加 消防以後一定要比消防以前的來增加 那我也強調 我也再次的強調 3200億 國民黨團跟民動黨團是很接近的 3200億垂直分配 那你說水平大概不沒別 財政部就現在怎麼分 按照財政部目前的公法分3200億的後 只是差別很大 以前 以前 財政部中央 72% 但是經過我們如果3200億在法律上就規定 給地方政府的話 他可以漲到60幾%左右 我就是比較符合中央地方的一個平衡 最後 我們看到民進黨團今天的訴求 我知道他版本 你的手本一直貼啦 所以要審中央政府總預算 我們請 佐隆太院長今天要犧牲了 各位你們也不要這個時間話講得太硬了 齁 他說不定會會浪步啊 他這個 神斷柔軟啊 但是他昨天那個臉書從那晚上臉書丟了 看不到你知道嗎 喔說要找小法官仲裁就是 找那個大法官 來為事啊大法官什麼時候變成民進黨的旁邊外圍組織啊 好像黑道一樣啊大法官像黑道一樣 只要在這裡不喜歡的法案 民進黨不接受的法案 他就找大法官 為什麼進法補充條例 20億 27億他不給 為什麼 因為在表決的時候民進黨他們 表決輸啊 結果表決輸不利 行政院提服役也沒有提服役 賴清德總統也簽制公告了 總統簽制公告的 三圖頭的法案 為什麼行政院可以依法不編立 你不是一直講依法依法嗎 只要編到20幾億你要刪照20幾億 你把編進去 通知了或者你沒編你口頭強 請坐讓他院長 沒關我什麼 還要我們去倒閣他 他如果真的要離開立法院 要離開行政院 他給你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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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最後一句話 各位 要背個 要鬧場 看長河 今天沒有要煮條 所以今天是給你一個入位 今天沒有要煮條 今天就讓大家一直講 這個題目大家都是講的 說得 爛了 今天應該要煮條 但是 張偉既然不煮條 我就尊重 拜託下一次要排球 要煮條了 老婆這個都浪費大家的時間 這個生頭一刀 說頭一刀 遲早要面對 謝謝 我們謝謝賴司法委員 我們今天要進行的是廣泛討論 廣泛討論就是說 大家針對裁划法有什麼意見就暢走議員 民主實在讓大家唱首議員 但是現在進行程序 還在程序發言跟會議詢問 接著 我們請 王宏委委員 王宏委委員 王宏委委員不在 賴慧委委委員 王宏委委員 到了在訪問 好 謝謝主席 以及我們現場各位同仁還有官員 那我想我們今天 繼續的 來審查 財劃法 主要是回應 絕大多數的縣市 包含 民進黨執政縣市 比如說 台南市 還有高雄市 事實上在我們上個會期在審查的時候 那麼 我們 財委會 也有邀請 各縣市的代表 有的是副市長 陳吉 絕大多數呢 起碼也都是他們財政局長 那當時我 全程 聆聽 那時候其實 我沒有聽到哪一個縣市 說不要修財劃法 那我不曉得在座的這些 呃 來現在來關心財劃法的同仁們 那天可能你們都沒有全程聆聽 當天現場 可能各縣市 可能提到的是說 他也許希望 你要考慮到人口 你要考慮到農地面積 你要考慮到我的財政貢獻度 但是 沒有一個縣市 反對修正財劃法 好這個 必須要跟大家 今天來關心的各位委員報告 那另外 我們一直在講 就說 因為現在財政部一直不願意 提出修法版本 但是我們各縣市都希望修法 這才是我們立法 委員 立法院 應該要 為名喉舌 我們要為各縣市 來表達 他們的權益 另外我覺得 還有一件事情 必須要 跟大家報告 譬如說我們也注意到 我們那個賴總統 在國慶日的時候說 我們呢 明年度啊 對各縣市的這個補助 增加了八百九十幾億 就將近九百億之多 創新高 可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的補助啊 是 不患寡 而患 不均 非常的不平均 比如說從一百一十年度 到一百一百一十四年度 連續五年 包含 好我們中央 印度的裁員 稅出的比例 我們台北市 都是 最後一名 大家想看 怎麼會 每一年台北市 我們受到的補助 都是最後一名 而幾乎每一年 第一名 都是 台南市 然後第二名 都是 高雄市 好所以我們應該知道 就說這六年來 各縣市 不管是他的財政的變化 人口的變化 或者到產業變化 都不一樣 但是唯一不變的是 這些補助 永遠台北市 敬陪莫作 永遠一二名的 都是台南市 跟高雄市 所以這樣的補助 如此不均 我說 不患寡 而患不均 如果今天的補助 是看顏色來補助的話 那對於極多 大多數的縣市 都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們才希望 我們也期待 我們大家能夠回應 我們大部分縣市 他們的一個要求 能夠在 才華法裡面修正 讓我們的各縣市 他的財政自主權 好 他的自有裁員比例 能夠提高 所以也請 好我們 執政黨的各位 同仁們 謝謝你們關心 才華法 但是 不要只有一天關心啊 那麼如果你 你能夠 長期的關心 你就知道修正才華法 事實上是 跨越 藍綠 地方縣市的 大家共同行願 以上 謝謝 謝謝王宏威委員 接著我們請 賴慧原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五五千七百七十七億的一個 預算 可是 他一手 又要擋 三兆的 這個預算 這個顯然是非常 錯亂 非常錯亂 為什麼 如果我們以國民黨目前提出的版本 他是要從 中央多拿五千多億 可是 國民黨 就是 即使國民黨他提出來的一個修正版 中央也要再多 四出 四千多億啊 那現行的中央分配補助地方的一個 統籌分配款跟補助款的一兆 以我們是用114年的這個 預算概括來看 那 依照國民黨提案通過 等同 中央要再給 地方 一點四兆 等於是說 中央要再給地方一點四兆 這政府才會不會到呢 政府怎麼會到啊 那我們不知道 就是說國民黨 他們存在的一個心態 是什麼樣的一個心態 一手 推 這個 財化法 要從中央大班前 然後一手 又去擋 中央的一個 預算 那剛才 剛才我們賴委員 我們賴司法委員 他有講說 如果 以目前來講的話 中央是皇帝 那地方 是乞丐 那有那個 你關廟公的 這也很奇怪 不是杯葛啦 我跟你講 為什麼今天 我們 我們 民進黨的議員來了這麼多 這個 其實是 可以表示就是說 我們不是來杯葛 我們是非常重視這個財化法 那 也不是來鬧場 是因為 我們重視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財委會他的每一個 每一個就是環節裡頭 都可以很精準的開會 那在這裡 我也 我也是 再一次跟 陳一貞委委員 趙委 我們會在共同協商 我想公聽會 我們必須要再開 因為 公聽會的一個開法 就是說 我會主張 就是 地方 地方跟中央 中央跟地方 不是只有錢的問題 還有這個 事權 你這個事情 誰來做 事情誰來做 這個非常重要 剛剛 王宏威委委員 特別在點到 我們台南 我想 這個 他又有點 那個片斷了 那斷章起義了 其實財化法的 分配25年來 為什麼都沒有修 這個過程裡頭 其實是有 五次的一個修法 那如果就是說 直轄市的一個 申請的話 其實他有很多 建設案是 申請的方式 還是競爭的方式 那 你這樣子講 台南是不公平的 我們台南是很努力的 這個要回到 就是說 整個財化法裡頭 中央跟 水平的一個 財務上的一個分配 我們沒有真正的 落實到 這個 事情 這個權利 事權 怎麼分配 這個是 我的一個主張 那當然就是說 財化法距離 上一次的修法 是在1999年 那經過了25年 這期間也發生了 就是在2010年 2014年 六度的合併 跟升格的大事情 那其實 每一次中央跟地方前線的一個 衝突的 這個 爭議 我們都可以看到 就是說 健保的補助 還是老龍津貼 這新增的一個經營會 其實都是由中央來負擔的 都是由中央來負擔的 我們也看到 就是說 你從健保署的一個公告裡頭 我們可以看到 各級政府辦理 保險對象 健保會的一個補助的 一欄表裡頭 其實 這個都可以很清楚 就是說 看得到 東央跟地方 地方的前者 跟財富上的爭議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去釐清的 所以 當然我們很希望透過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的一個會議 我們去把它釐清 那是不是要修 我覺得這個我們還可以再討論 謝謝主席 我們謝謝賴會員委員 不過那個民進黨團是不是弄錯 我們要省的 我們要省的版本 你們說黨的總預算這是114年嗎 明年的版本 那修財法不可能114年就適用啊 最快最快也是115年啊 這是兩個朝代的事情 兩個連份的事情 這個省的是114 我們先總預算沒有送家 那是114的 那修財法最快適用也是115 這怎麼會是一件事情 不會混為一談啊 好 但是 但是你那個 那個說一手 一手黨預算 一手搶預算 一個是114月 150不是同一個事情 是 對對對所以我們也會充分討論 是 對對對我們也會充分討論 好 好會讓大家充分討論 那大家如果覺得對各省是不公平 我們這個對台南市不公平 我們才會有兩位台南市的委員 至少也可以提出版本 歡迎 好 那個共通也可以趕快 下禮拜 再稍微輪子就可以拍了 好接著我們請李坤城委員 謝謝 主席 這其實我 上禮拜這個供天會 其實我就提到了 就是說我們在講這一個財劃法的這個劃分 那錢 跟市 要來統一啊 那你之後再講說錢要怎麼去分配 那你沒有講說那這個接下來各個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的這個 市權要去怎麼做劃分 那所以我說你財劃法修 固然很重要 那但是呢 我們關於 這個地方制度法是不是也要修 那也很重要 內政部今天如果是監製部長來 他們就好好來談嘛 監製部長來啊 對不對 以後我們會請更高級的官員過來 對啊 所以說我是說啊 如果真的要討論的話 市的事情要討論 前的事情要討論 那我們當然財政委員會 你要把這個財劃法修得好 那當然兩個要一起討論嘛 那所以說 上次辦了一個公天會 我就覺得還可以再討論 那不論是這個陳昭偉 或是未來我們這個 賴昭偉的部分啊 關於地方制度法 如何因應 在這個財劃法修正之後 市權 如何去做調整分配 這個很重要啊 那我拿這個 我認為這個是心態的問題 原本這個時候 財委會 應該要討論這個明年度的這個總預算啊 沒有啊 我們現在是優先來討論 未來 有可能要做的這個財劃法 那如果大家覺得說財劃法很重要啊 我要從中央多挖一些錢啊 地方政府要這個 水平分配要怎麼去分配更合理 那其實我們應該要先讓總預算先來討論啊 先討論總預算啊 你沒有討論這個總預算 那你就來想說啊未來這個財劃法通過之後 這個地方政府可以多拿到多少錢 然後地方政府要怎麼去分 我說啊 這個不是說 今天 就算通過了啊 明年這個就要適用 我說是心態的問題 這一檔心態的問題 就是說 最重要的擺在眼前的 總預算 大家不討論 那請問一下 那明年 各個地方政府 他的錢是哪裡來 他錢是哪裡來 大家覺得說原有的計劃 一樣可以用啊 如果這樣子的話 好啊 現在各個縣市政府 都在討論總預算 那以後啊 這個縣市政府都不用討論總預算啊 那反正這個原來的計劃 照用嘛 立法院在野黨 黨中央的總預算 那地方也不用省了啊 第一個 中央的預算你撥不到地方啊 那第二個 一樣嘛 按照這個在野黨的說法 不用省預算 預算照用啊 原來的計劃照用啊 那呼籲啊 各個地方政府現在也不用審查總預算啊 都不用審查嘛 那整個預算都擺在那邊啊 人民百姓希望看到這種情況嗎 不願意嘛 所以我看到這個在總質詢的時候 好多個 在野黨的立委 他們在跟院長 在討論 就是說 我地方上 這個地方 水利建設啊 軌道建設啊 交通建設啊 城鄉建設啊 都需要 中央政府 希望能夠來協助 希望能夠來補助 結果呢 在中央講的是頭頭是道 這個在地方是講的是說 在中央 爭取了多少預算 回到我們地方 結果沒有啊 你是在中央你是在台北 擋這個預算啊 你在台北你在立法院擋預算 那結果你回到地方之後說 你看我吼 在這個立法院吼 在地方吼爭取了多少預算回來 空的啦 在在欺騙地方的老百姓吼 地方老百姓又問你一句說 你不是在黨總預算嗎 你在黨總預算 你為什麼 還要說什麼你就爭取了多少預算回來 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嗎 所以我是希望說 固然修改財法法很重要 但是我剛才認為說 我講的就是說 四權的統一的部分 有關於地方制度法這部分 是不是大家 也能夠來討論 能夠來討論 所以你今天 沒有逐條討論 基本上是肯定的 因為 二十幾個版本你要怎麼討論啊 二十幾個版本我不知道要怎麼討論起啊 就算你們國民黨裡面 內部的起義也很大啊 那國民黨跟民眾黨 也不一樣啊 所以我不知道說這二十幾個版本 怎麼逐條討論起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再次呼籲 再次呼籲 總預算 趕快先審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要在 財委會裡面 好好去審查 明年度的總預算了 不是在這邊 還在討論說 這個財法法要怎麼修啊 等等之類的 可以嗎 謝謝 我等一下可以再發言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的委員要講話 我有講六分鐘了嗎 這樣子 我以為是三分鐘而已啊 好好謝謝 謝謝我們這個李昆誠委員 綜合 剛剛李維穎所說的喔 這一次這個列席的這個 官員喔 內政部的官員層次太低喔 下一回記錄一下 一定要請最少 你們說沒有部長也來不夠嗎 對對對啊 今天是專委層次比較低嘛 好OK好 你那時候部長來才夠 記得喔下次邀請部長 下次邀請部長好 我們寄下來 李昆誠委員 我們下次修草澳一定要請部長過來 內政部部長喔 內政部寄一下 還已經第六次 OK好 因為 專門委員的 位階比部長低了好 就是下次我們要邀請部長 專門委員請寄下來 內政部寄下 第二個這是第二位委員說 要修地方制度法 請內政部要趕快的提出地方制度法的修正喔 然後第3個他說的是 我們要趕快修這個神預算這個是事實啦齁 但是 立法院不是只有短次經歷只看明年預算 國家的長制久安也很重要 所以這個財法法也是應該修等 都要 同步要做 同步要做齁 這個 虧納李委員的 發言大概是這幾點齁 內政部要特別記下來喔 要提地方制度法喔 來接著我們請 張寧委員做會議詢問喔 謝謝 主席好 各位委員好齁 但我想要在我發言之前我想要先做兩點的說明喔 就是說呢剛剛 賴世保委員有說我們今天不是要來杯葛 然後我必須鄭重的澄清喔 我們並不是要來杯葛喔 我想喔 做為一個關心國家總預算的立法委員 我們都應該要來為我們的總預算 能夠敬 能夠復委 來做好好的說明跟爭取喔 第二件事情喔我想要來做個說明是剛剛 陳玉珍 主席喔他說這個 李昆成委員 覺得我們這次邀請的層次太低齁 我想必須來說明層次跟層級的兩個 兩個差異齁 我想如果陳玉珍委員需要字典我也可以送過去啦 那再來就是說針對我們這一次 剛剛前面有非常多的委員其實都有提到就是說我們總預算到現在遲遲無法復委 可是我們現在卻要來進行 一個財化法的討論 我們現在喔 114年總預算都還沒有著落 都還沒有著落 去討論 115年 是不是有一點 秩序 秩序不分啦 重要 這個排序 重要性的排序 搞不清楚耶 我想喔因為其實我們這陣子喔 因為我的責任區在桃園的 龜山還有大園喔 我們常常也都會遇到國民黨的委員喔 在地方說 各鄉親說我會回去幫你們爭取預算 我會跟中央來爭取 但是 已經第五次黨總預算了 我不知道 是不是太習慣 我們的國民黨委員都太習慣了來開這個空口支票喔 不好好的來做我們立法院的工作 那上個月就是9月喔財政部公佈了明年度的中央同酬分配 稅款總額達到了歷史新高4461.17億元 那這個總預算如果不通過 那請問這些資源該怎麼分配 所以我要再次的來呼籲喔 我們希望國民黨的立委喔 一起來支持我們114年總預算的順利審查 這關係到我們所有 所有 全體國民的 一個福利 那同時呢 我也發現喔 國民黨再次提出的一個財化法 將對中央的財政造成巨大的衝擊 讓我們不得不正視這幾個重大的影響 第一個 中央稅法減少之後 我們的中央稅入將大幅的減少 4000多億元 為了才維持財政紀律中央舉債數不應再增加就只能 縮減我們的稅出規模 那同時呢因為無法刪除我們這一些法律義務支出像是人事費啊社會保險支出啦還有教育經費 所以呢 我們就會有一些 計劃要受到影響 那這幾個計劃其實對我來說我非常關注喔 因為我一直都是在做兒童權利跟兒童相關福利的 像是少子化對策會直接少了290 像少子化對策的291億 還有強化社安網的第2期計劃75億 我們我想凱開案喔 這些案子也大家都記憶猶新 如果我們不來積極的強化佈局這些事情 我們難道讓事情再發生嗎 每次當事件出來的時候大家都說我們要來極力的打擊這些事情 強化我們的社安網 可是我們現在的作為是完全不省 而且我們甚至把 這些計劃的經費可能都會受到影響 這是這個才化法非常危險的地方 再來喔還有就是說我們的錢沾特別預算喔 像是我們的這些提升人型安全計劃整體性的治山防災計劃 其實都會受到影響 山陀河颱颱風帶來的影響性 大家我想都記憶猶新喔 那還有我們這個 情人安全的事情 不要美我們不要 因為現在的這些 才化法的一個錯誤的分配造成我們的縣市沒有辦法 我們這些我們現在國家這個整體的計劃沒有辦法在縣市好好的去推動 最後 我還是想要講因為剛剛王洪委委員有講到說 其實 大家的共識都是可以來修財化法 但後面有一句話叫做奇異很大 這個奇異很大呢其實還需要做更多充分的討論 而且事權的分配到底應該要如何的分配 不能夠只拿錢不辦事嘛 不付任何的權利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充分的討論收起大家的意見 讓 我們如果我們要 要做這件事情的話就好好的把事情做好 謝謝 好那我拍個照好不好意思好你拍個照 剛剛講的太順忘記拿了 謝謝張雅琳委員雖然聽到最後也不知道要 會員詢問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你在詢問什麼 不過謝謝你對本人的執政 謝謝 本人是念台大中文系對語言應該潛質用字有一定的水準 好謝謝 接著我們請范芸 這個我學姐 謝謝 謝謝 好我會認真檢討 這是我學姐喔 謝謝 那個請 先請主席喔 在我發言完之後不要任意評論好嗎 我沒有評論我是聽不懂他在會議詢問什麼 那個主席的理解能力 主席不是AI主持人啊 那個請做意識中性的評論不要借 非常中性 我在問他說他到底要詢問什麼 講完以後我都聽不到 他的詢問的 好 好 那個我想喔今天喔 我們的會議詢問很一致啊 這是為什麼這是預算會期喔 不審總預算 卻要修法喔 強總預算 而且我要講的是我當立委喔跟陳玉珍委員我不知道陳玉珍委員當過幾年喔 我當四年 過去我們在預算會期如果要審法案的話都是審 很少數非常有共識的法案 不會去審那個爭議這麼的大喔 然後 不好好審查總預算卻要修法強總預算 沒有共識的法案喔 想先回到不審總預算這件事情喔 那藍白喔國民黨喔有很多講法包含什麼綠能你不能喔開記者會 後來我去查證 事實上 民進黨過去是少數喔 那從來沒有像這樣子在陳玉委員會 就黨預算而且五度黨 大家自己可以去查證喔 這個謊言喔說的太誇張了 然後宣稱完全沒有影響 根據預算法第五四條喔 那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劃 沒有審查的話都不能動用 那非常多的包含喔 就是癌症百億基金喔 就是青年喔圓夢這些新興的計劃 其實喔都無法動用喔 如果沒有就是按照我們表定功課審查 難道大家要在最後一秒就是 一天之內審查完畢嗎 這樣也不是我們立委該做的喔 過去這幾年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應該好好的認真的審預算 那我想以今天這個主題喔 財化法 為什麼說沒有共識 以我看到的國民黨的版本喔 對財政的影響 第一個喔 剛剛很多都講過 修法後 中央稅入大幅減少4080億 那你中央的稅幅稅入減少 卻要求 一般性的補助款不能減少 而且依照法律義務支出的 基本上不能夠因為財政困難中央任意刪除 就把這些法律義務的支出的預算扣掉之後 中央還剩多少錢 中央只剩下3689億 3689億中央要做多少事 以下這些都是中央可能會被迫要刪減 百分之31就是接近三分之一才能夠處理的喔 例如國防預算2945億 可能要被迫31 勞保基金補助 中央新辦社會住宅 強化社會安全網 的這個75億 還有癌症防治 還有教育經費 還有我關心的小子女化 托育公共化 0到2歲的兒童基金 那各位說這些事情 地方來做 我們想想看你信任地方嗎 地方財政紀律惡化惡名昭彰 經常加碼非法定社福 以某縣市為例 某個 我們東部知名縣市 他把教育經費 拿去辦營養午餐 為了選票 說每個兒童都要有 雞腿的營養午餐 結果兒童吃到 太大的 冷凍的營養午餐後因為沒有辦法好好的煮好 然後呢 這個教育經費被任意 支用 結果大量使用代理教師 那這個是我在諮詢的時候已經提過的 這個就是最惡劣的 地方財政紀律的惡化 所以呢我想 過去的公聽會已經講到 市權支出要平衡 目前的版本都沒有做到這樣子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請問主席 為什麼不好好的省總預算 卻修法要強總預算 而且完全沒有學者專家 認定的平衡版本出現 所以我認為這是我今天覺得 對主席 最重要的詢問 希望主席的中文程度有聽懂 好謝謝 非常謝謝 范園委員我會正式的回答 這個請范園委員對我們財政委員會的委員要有信心 那個預算進來後我們一定會 即便挑燈業戰不眠不休 我們都會把總預算審 審查完俊 不用擔心 這個 我們財委會委員 都是早上四點多就到立法院來簽到的 我們會從早上到晚 大家不用擔心 謝謝 接著我們請 郭毅請委員做會議請問 主席好 然後 各位立法院的同事大家好 剛剛其實真的聽了一輪下來喔 我們講的預算其實是我們的國家政策的一個重要的核心啦 因為他直接影響到我們的社福 影響到我們的基礎建設 影響到我們的教育 影響到我們的長照 影響到我們的醫療各個方面 但是預算一定要合理的分配 才能夠讓我們的經濟成長 我想這一點呢 其實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 那 現在的國務院的版本 他們是要求中央要釋出15%的一個稅收 這個會直接擠壓到什麼 我直接講 直接擠壓到我們的一般的學費的補助 將近有64萬的學生會被影響 再來租屋的補助 還有育兒的津貼 可能會被擠壓 那另外像是地方在執行一些項目 往往會跨縣市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像我們的一些重大的交通建設 捷運等軌道 這個其實都是需要中央跟地方來溝通跟協調的 如果現在要要求 像是國民黨提出的這個版本 要大幅的刪減中央的裁員 那就一定會影響到要扣解所謂的計劃型的補助款 那如果資源比較不夠的 縣市該怎麼辦 另外我要回答一下 剛剛有一位這個王委員 他在講說 現在呢大家都說要修財化法 沒錯 過去25年來當中也不止一次 我們提說要修財化法 但為什麼到最後其實無疾而終 就是因為沒有共識嘛 現在我們已經刪減了所謂的這個指標 已經刪減到只剩52個 刪減到20幾個是比較不客觀 不普遍性的這個指標 剩下52個 目前達到共識的 不好意思 只有5個而已 也就是說 還有47個指標是沒有達成共識 沒有達成共識 為什麼要印 印想要修而修 為反而反 這個不是真的 高雄市台南市民進黨執政的 113年114年是 接下降 兩個都是下降 0.03 所以我們到底哪一個在看顏色給補助 我想這個部分不要在這邊變成一種造謠 我們好好的講好好的說 那另外我真的要提的 在程序委員會當中 我們114年度 只剩下最後的兩個多月 我們的總預算都沒有過 總預算一直不斷的被擋 沒有付為審查 現在呢 一手要擋我們114年的總預算 一手又要從中央挖錢 我想我的問題非常非常的清楚 請問這個邏輯到底是在哪裡 另外我補充 6月18號 黃珊珊委員 他說他絕對不會支持國民黨提出的 才華法的版本 我想這個部分 藍白之間如果還有旗艦還有共識 我們再來討論 以上是我的 報告謝謝 謝謝郭怡前委員 對就是有旗艦所以才要 我們多開委員會來討論 那我請財政部聽到剛剛郭委員所提到的 52個指標裡頭 我現在只有5個有共識 請你們要加快速度達成共識喔 這是委員的期許喔 接著我們請 陳佩玉委員 可以詢問喔 好謝謝主席喔 我想要複製一下剛剛范雲委員的說法 請主席不要評論委員的發言 謝謝 另外我想要幫大家立法院科普一下 因為今天應該有直播 剛剛主席說 挑燈業戰也會把預算審查完 我想要問 全台灣 關心立法院 關心預算 關心我們每一天生活的公民 我們難道要的是這樣的 預算審查品質嗎 但是主席公開的說 就算挑燈業戰也要把它審完 我要再一次的問 我們真的要的是這樣的 預算審查品質嗎 主席您自己非常關心里島的建設 你在上週五的院會甚至還提出來 關於里島建設基金的部分 所以我想問主席 你是用這樣子的 預算審查品質 在關心里島建設嗎 我自己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教育文化非常多的議題 常常都不是政治討論的主流 他也不容易上新聞版面 但是教育跟文化的工作 是扎根的工作 是面向未來的工作 是國家發展重要的工作 我們自己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每一次遇到重要法案討論 我們都希望有高度的共識 我們可能會有些微的差異 但是大家在有共識的情況下 積極進行討論 所照顧到是每一個重要的 我們關心的孩子 跟教育文化的發展 所以我要再次呼籲 雖然我的時間有限 我還是希望在相關財政收支劃分法放 不管是地方 不管是中央 我們大家要有高度共識 再來進行討論 就連國民黨自己的版本 也有二十幾個版本 所以我要再次呼籲 希望主席也要呼籲 如果你真的要回應我的評論 就請你回應 你要的給人民的 預算審查品質 是挑燈業戰嗎 如果大家不願意在現在就開始花時間 好好的討論 好好的規劃 好好的服用各個地方的需求 各個委員會的需求 請問我們要 要長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如果主席你真的很愛回應 也歡迎你回應這件事情 接下來我要幫大家再科普一下 剛剛主席又說 凌晨四點財政委員會就有人來簽名了啦 但是大家我們實際上開會是九點鐘 九點鐘開會到十二點 如果中間還要休息 不管要不要休息 挑燈業戰 下去的品質是什麼 我們在教育現場都告訴孩子 我們要考試的時候 我們要事先的準備 我們要事先準備 是為了有更好的考試品質 但是身為國家立法委員 我們卻是這樣面對預算 我要再次呼籲 一點都沒有離題 因為如果國民黨要用這個態度 民眾黨要用這個態度 要擠壓時間的方法來審查預算 我相信絕對是人民不樂見的 回應到今天 主席要我們認真的提問 那我就來問喔 從國中兩黨所有的版本裡面 不僅是金額相差非常懸殊 還有你們一直要把 中央的餅 叫中央把餅做大 不管是統籌分配管或是垂直分配的部分 所有的討論如果都還不夠具體 都還不夠聚焦 那就拜託招委 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的招委 都請在積極召開宮廷會 讓更多的專家學者 甚至不同議題不同主題的專家學者 都進來一起討論 我相信這樣的討論有高度的共識 大家在審查法案的時候 在分配的預算的時候 都還會考慮到區域的平衡 過去我十幾年住在花蓮 大家都知道花蓮是偏鄉 如果按照國民黨現在非常多國語的版本 你們只討論到人口 那請問花蓮的爭議性又在哪裡 趙偉你自己來自離島 我相信你更可以理解 接下來 當我們把錢這樣分下去的時候 請問各縣市政府有提出自己要做事情的詳細規劃嗎 我們以 現在手邊可以看到資料 各地方政府財政紀律不張的相關案例 以桃園市來說 目前非法定社會福利的措施 落在非常多的地方 如果招委你剛剛說 預算有分顏色 那我也要問 各地方政府在用這些預算 有沒有不當的使用 甚至是一種所謂的政治 是紅利買票的概念 例如說老年市民三節禮金 重陽 禁勞禮金 公司立國中小免費營養午餐 老人免費補助活動假牙 挑針業戰是我們作為挑針業戰把這個 預算審查好 像我 參加這麼多人在 委員會裡或在草野市場都等到12點 我們都很認真的審查 所以挑針業戰不等於是品質不好 這個不是同一個邏輯 這個表示 我剛講會挑針業戰表示我們要審查預算 審查法案的這個決心 一定是要 有這個決心 第二個 因為民進黨常常說沒有討論不是民主嘛 所以我就充分讓大家討論 所以才需要很多的時間 大家等一下可以繼續有第二輪的登記跟發言 第三個有關於我們財委會有委員4點多就來 我想 陳委員是撲分區的委員可能不理解 很多委員5點6點我們就要到 菜市場 就要到路邊去送公車 送這個選民 所以4點多起床開始 到公園去跟民眾打招呼跟選民打招呼是我們的責任 不表示我們的工作品質不好 因為我們都樹葉匪蟹 第4點公聽會的部分 開廢我們4點就來因為財委有這個規矩 4點多就可以來簽名 然後大家簽完名就回 回選區去 拜訪選民去公園跟 選民打招呼 這個很多財委會委員都是這麼認真的 不是只有國民黨 民進黨也是有的委員是這樣子 所以4點就來不表示不認真或是品質不好 第5個 公聽會的部分 上會期羅民財招委針對財劃法已經辦過一次公聽會 本會期本席也辦過一次公聽會 當然如果民進黨招委願意舉辦公聽會 下個禮拜要趕快舉辦公聽會 我們當然也是 結成歡迎 但是 我們不因為 有沒有民進黨委員舉辦公聽會 而停止我們修法的這個決心 我們會繼續往前推進 這個 長治久安是重要的 我們必須往前走 接著 我們請 林業行委員 做會議行文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我們的財政法分法 剛才我們的招委講說 民進黨怎麼一直在處理那個 114年的事情總預算怎麼不 我們這財劃法事實上是115年才會成行 明天的事情不解決先去解決後天的事情也讓人家覺得很納悶 那中央的補助款除了一般性的補助 通常過去也會透過我們的 前瞻計畫跟特別預算 來協助地方發展 拉近我們的城鄉差距 那根據我手邊的資料 財政部的資料可以看到 除了通酬分配款 另外會搭配一般性跟計畫型的補助來 挹注地方的財源 近年挹注的財源從103年的 5486億元 那逐年成長到114年的一兆151億元 所以可供地方來編列預算跟依需求來規劃運用 簡單的說也就中央想盡各種辦法把財源送到地方 可是要合情合理啊 符合應該要遵守的 我們的財政紀律 剛范雲委員說 相信各地方政府首長嗎 各縣市政府首長 有時候觀念是南緣培策 以桃園市為例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的 考量老人年金2500元 所以呢在老人成長人口 從14億一路到會到30億 所以增加了排付條款 降到2000元 那將更多的財 民進的社會預算從2022年的59億 已經成長到2023年的87億 增加了28億 我同意應該把 把這些給予民眾更多的社會福利 但是依據以及跟欠缺通盤長期考量的社會福利 只是為了選舉開 兌現你的支票的時候 反而會壓縮下一代的權益 我們年輕家庭現在已經是少子化的時候 是每一個需要他來 努力我們的下一代的時候 結果呢反而是沒有 那舉例來說 桃園也曾發生過 營養午餐呢雖然免費 可是菜色呢主食非常的差 所以今天要討論財政 台化法的時候 我認為有必要 可是 的確公司很多年沒有檢討 必須要來討論 可是有兩點我覺得大家要去考慮的 就第一個 修法不應該事實上變相 跟中央殺機取卵 因為中央預算合理分配主要是協助 地方縮小城鄉差距 那人口比較少的 城市仍然可以享有 跟全國同樣的 福利跟建設 所以如果用人口來計算的話 比率過高 那就變相 鼓勵國人還是往 人口稠密的地方靠近 這個我們必須呈慎考量 第二個 分配額度如果過大的話 沒有謹守 財政紀律的誘因 簡單來說錢太多會亂花 就像我剛剛講的桃園 如果地方可支配的 財源的話增加 我們的濫發非法定福利預算的話 沒有設定排富條款的話 那 憑著感覺 選票考量 這勢必會壓縮到下一代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理性 並以國家整體為考量 來一起來討論我們的財法法 然後呢我們該如何調整 才不會造成大者恆大 主席我講完了 我也希望 主席不要主觀 詮釋我剛才講的 或加以評論 因為 我看起來我們前面好幾個委員 你都會加以評論 主席不是應該是 客觀的立場嗎 我沒有要你回應 所以你也不應該有多少 你自己的主觀評論 好謝謝 謝謝我們林月勳委員 主席是要保持意識中立 不是表示主席不能有自己的意見 我不是AI機器人 好 謝謝林委員的 會議詢問 雖然 不知道詢問什麼 來 下一位 林初音委員在嗎 好 林初音委員 謝謝主席喔 本席大概是 這個 本會期現在開議 第一次站在這個發言台 但是過去四年喔 本席都在財政委員會 也跟我們許多這個資深的財政委員 一起來討論有關財政的部分 我想財政的部分應該是最沒有藍綠的問題 但是他 在權力的分配也就是 錢的分配 之外 其實事權的分配也非常重要 不過在會議詢問之前本席想先做一下說明喔 因為前面剛剛賴世保委員有特別提到是說 現在民進黨的版本 是一個所謂N次的版本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講法是不恰當的 因為我必須說除了過去八年 蔡英文總統執政之外 再往前推這個執政的 這個是馬英九 再往前推當然就是 陳水扁總統 再往前推呢就是 李登輝總統 我要講的就是其實 民進黨國民黨其實分別都有執政 那這個才華法的過程當中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他也沒有試圖要來做修正的話 那麼現在如果要講這個所謂 N次的版本的話 那麼國民黨恐怕也在其中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部分必須要先說說明 另外當然就是有關於委員們提到的 這個 台南啦高雄啦 這個所謂 在 統籌分配稅款當中 都是名列前茅 我覺得這個說法當然就是一個錯誤的假訊息 我們都知道很多的預算 他其實還包含申請型的競爭型的 那麼台北市其實我自己 現在也居住在台北市 台北市身為首都 那麼他當然得天獨厚的 他擁有了許多 在預算上面 尤其是公共建設上面 的相關的 這個 所謂大家知道的 為了建設首都 那麼預算的 益住都是比較多的 但是其他競爭型的 或者是申請型的 偏鄉 比如包括 花蓮 或者是南部地區 或者是中部這些需要建設的地區 他就會來做競爭 其實這樣放在一起比較 其實不合理的 我知道 台北市有委員所提出來的版本 針對首都 就要多加3% 可是統籌分配稅款 大家攀開來一看就知道 台北市永遠都是 第一名 第一名的城市 還要多加3% 這個合理嗎 最後剩下30秒的時間 我所要做的會議詢問 當然就是 現在 時間 來到了 10月21號 就是剩下兩個月又10天 我們114年度的 總預算 就要 截止 我們的法定 審理的時間 但是 剛剛提出來的 統籌分配稅款 的相關的地方財政收支劃分法 他急嗎 也許地方上還有許多 包括 事權 隨著 經費 預算的轉移 必須要好好來討論的 地方政府 當你拿到這些錢之後 你怎麼處理 大家關注的 交通建設 還有就是 社會福利建設的這些預算 本席要詢問的就是 當現在 我們還在 面臨總預算 114年度 只剩下兩個 月又10天的時間 才能審查 為什麼現在 要來特別 去講這個 各個縣市 包括 事權 隨著 錢的轉移的時候 還沒有討論好 的時候 地方怎麼樣來處理這些 因為 錢 而轉移出來 要來處理的 包括 包括地方預算 的建設 教育 社會福利 甚至租屋補貼 等等 另外本席這個會期 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我們都知道國防非常重要 而且他必須由 中央來進行統籌 所以 本席在這裡要詢問的就是 時間有限 是不是 可以先來處理 比較緊急的 總預算 114年度總預算 然後 我們再花多一點的時間 來讓各縣市政府 針對 接下來要面對如果總預算 地方總共分配稅款 有一些挪移的時候 我們再把這些修法 再做 細部的調節 跟討論好嗎 謝謝主席 謝謝林楚雲委員 本席再回答一次 就是請執政黨委員趕快回去跟 行政院院長說 趕快把依法應該編列的預算 趕快編進來 編進來就可以趕快的進行審查 趕快依法編列預算 這是剛回答 林楚雲委員的這個詢問 第二個他說 那在這個時候我們為什麼要 討論這個財劃法呢 因為立法委員不是只做眼前的事情 還要為國家的 長治久安的長遠自助 做討論 所以這個原因是我們要修這個 已經20幾年沒有修的法令 也要為國家的財政制度 好好的做一個討論 這是今天 排這個法案的這個原因 好謝謝 接著我們請 武立法委員做程序發言 謝謝主席 我很高興剛剛聽到您說 只要 依法編列 就可以來審查總預算 那我等一下也來說明一下 但是我現在要先講 財劃法 我有提案 我有修法 那這個歷史故事 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在這個財劃法 到現在的25年 地製法已經修了15次 那麼 對我們原住民來講 有一些 原來的鄉 他們從 我們的政府 兩都變六都 他們也從鄉 變成區 但是 引起誇然 因為 這個六都的原住民鄉啊 何其無辜 他們突然之間失去了 公法人地位 因此在2014年呢 又再次修改地製法第83條之期 結果這一改啊 更不得了 為什麼 雖然身體已經變成了 公法人 但是完全沒有財政自治 因為 我們的地製法呢 把原來的修法變成 各三地鄉前三年稅客收入的 平均數 導致 他們的稅客收入 驟降為零 這些年來 他們幾乎八成以上 都要仰賴政府的補助 這也就是為什麼這次財劃法 大家一直說 我們的地方 的財政 其實是相同的狀況 但是我要說 我希望大家好 能夠一同的來修地製法 我們還有公債法的問題 要不然我覺得原住民只是被拿來當提款機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呼籲大家朝野 希望把過去的這個歷史錯誤 能夠一同的來支持 修我們的 財劃法第3條 把直轄市三地原住民區 把它擺回去 並且也去修 地製法跟公債法 我要蓄名在先拜託大家 那我就等 我就等 那第二個 剛才您說要依法行政 我也是覺得 真正的剛才的提款機 剛才幫忙修那一條是有錢的 但是我覺得 禁法補償這一條 是假議題 是沒有錢的 不值得拿來當提款機的 而且 我們真的何德何能 要因為這個假議題 去擋 全國的總預算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明 禁法補償金完全依法 因為在105年 主計總處 主計長在這邊 他們就已經發文給原民會 用公務預算 跟原住民重發 基金各辦編列 如果有不足的地方回播 但是 比較 覺得好笑的是 竟然我們在禮拜五 又跑去說 怕基金沒有錢 所以呢 要來修法 基金不會沒有錢 主計長在這邊 他是特種基金的 作業基金 我們不應該 去把 剩餘 跟短處 解釋為 基金會破產 反而呢 又去製造一個枷鎖 竟然要去把它去做一個定額的修法 比照花東基金 那我覺得 這個修法是 莫名其妙的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就是拜託說 請大家既然我們是依法編列 大家可以來討論 如果真的依法編列 趕快 推動 審查總預算 因為 這個問題 比什麼還嚴重 現在我們在草這個才華法 大家都知道 因為沒有共識 雖然地方的餅做大了 但是中央統籌跟一般分配款會減少 未必地方會增加可運用的經費 這就是為什麼 不是雷大與小 根本是 雨大 雷大 不雨 不下雨 地方政府 很清楚知道 因為每個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都不一樣 很難有一致的意見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拜託一下 我覺得很多的事情 大家好好 坐下來討論 真理越變越明 那希望能夠趕快推動 我們的中央總預算 謝謝 謝謝五立法委員 這個已經是第三位 委員提到內政部要提出地方制度法的修正 第三位執政黨委員 還有財政部有聽到吳委員所說的公債法 也要一併提出來 然後吳委員的意思是 6萬塊沒有問題 沒問題 那你要跟行政院長請他公開講 左院長說的我們就 當然 總共加起來要6萬這把沒問題嗎 那請院長講 接著我們請登記14號的郭國文委員 做程序發言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主席雖然我不是念中文的 但我叫國文 希望國文跟中文對話你能夠理解 今天大家都在討論這個財法法 我今天必須說 國民黨的這一個黨團的行為 令人有點難理解 甚至是錯亂 他從財法法的部分在推 可是總預算的時候在擋 一推一擋 那叫一毛一頓 這叫矛盾的行為 他現在不省總預算 所以在搶修財法法 那個這種矛盾的行為 會造成怎麼樣的影響 我直接講結果好了 一來呢 他在破壞體制 二來呢 他在癱瘓中央 可以說如此 其實 你當說 不論是總預算也好 或財法法也好 跟這個體制預算結結相關 也牽扯到中央跟地方政府 但是提到的是說 剛剛一直在提說 我們財法法要推 是為了地方 國民黨黨團如果真的為了地方的話 那我覺得 首先要通過的 應該是總預算 總預算如果沒有通過的話 那麼我們只能用到的 所有的 一般的預算 不過是法定需要支出的 人事預算的部分 不過是七八成之多而已 而兩成多之多 高達九千億左右的整個 新興預算 根本無法動用 這些新興預算是誰要的 多半多嘛 是地方政府 一直想要期待的 社福預算 基礎預算 治理預算 還有包括軌道運輸 等等預算 如果國民黨 國民黨對地方政府 是如此的 這個垂臉 的心疼的話 那應該趕快通過 總預算才對呀 所以 這個地方牽扯到總預算 另外一個部分 牽扯到的 那也是地方政府 相關的地方 不過說的是 如果說是地方政府 你看到 這幾年來 從地方政府 財法法 你要把它下放 多少 說下放 五千七百七十七億 但是呢 最近國民黨版本呢 又變成三千兩百零八億 足足少了55person 為什麼還會多出一個三千兩百零八億的版本跟五千七百七十七億版本呢 那不就證明說 他當初五千七百七十七億的版本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嗎 不只打對折 還打四五折 不覺得是太誇張嗎 很顯然國民黨當初的版本就是草率修法嘛 不證明 否則的話為什麼 自己還要修成三千兩百零八億 為什麼還要趨近你民眾黨的兩千七百億 這都沒有聽到任何的說明 只有說他降價 修法 這很奇怪嘛 另外一個部分呢 我必須說 這個問題從視權 主席不要那麼早站起來嘛 你不是要讓大家唱所議員嗎 唱所議員我站起來你繼續唱所議員 我好不用等到十幾位 等到十四位就讓其他同事都先講 我好不用你這樣站起來我有壓力啦 你請坐請坐 你想從視權 跟財權 本身基本上就有衝突面 如果今天地方政府的財政問題 只是透過一個垂時分別就可以解決的話 那實在太容易了嘛 可是問題是這樣子嗎 有這麼簡單嗎 所有在修財法國過程當中 大家要健全的是什麼 要健全是中央跟地方政府的一個關係 也就牽扯到中央跟地方政府的附近關係 想要建構的是中央跟地方政府的所謂的夥伴關係 可是問題呢 難道就只有錢 解決這個關係嗎 顯然不是 剛剛 剛剛吳委員就說得很好啊 這不是單一的法案的問題 牽扯到地方政府財政 他還有牽扯到地方制度法 還有牽扯到公債法 為什麼要特別講公債法 過去中央政府就有心的想要把公債法的那個信用卡 給地方 更多的一個信用空間 簡單的講 讓他更多的舉債空間 更多的舉債空間 只是讓地方政府的財政更陷入泥沼而已 這就是公債法需要修的地方 地方制度法為什麼要修 因為中央跟地方一些權責劃分不清楚啊 過去地方政府常常抱怨的就是說 為什麼這明明是中央要做的事情 為什麼把這個責任下放給地方 而且沒有一道位 所有在地方政府待過的都是這種心情 這也就是為什麼說夥伴關係沒有建立的原因 這也就是為什麼地方制度法需要修的原因 剛剛吳委員講說地方制度法修了15次 但是我必須說那都是微調的修 真正兩個法同步修的實在1999年的時候同步修 嚴格來說 不論是地制法也好 財法也好 都是經過了25年 沒有進行一個同步的大規模的修改 來建構一個中央跟地方的夥伴關係 所以 地方制度法當然重要啊 所以 公債法當然關鍵啊 還有一個 地方稅法通則 所以說我們到底是修法的目的 是把錢 給地方而已嗎 而破壞了整個體制嗎 我必須說啊 你破壞了體制你真的對地方好嗎 地方的錢拿去用在哪裡更不曉得 可是中央沒有辦法執行整體的預算的時候 去給地方做一個整體的改變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這是破壞整個體制嘛 結果也是癱瘓中央的結果嘛 主席你再做一下 我再講一分鐘後 我用我國文程度來講一分鐘 所以那個關鍵點在哪裡 關鍵點對地方結果沒有好 你是破壞了整個政黨的 整個政府的體制 你破壞整個政府的體制 所以說這個修法 基本上啊 對地方也不好 對中央也不好 否則的話 你不會 貿然的提出一個 577億版本 馬上又降強成3208億的版本 一下子降了55% 砍了55% 下一次你提出來的修法 是不是又變成 那個民眾黨版本變成2700或2200 降價大求售 我覺得這個裡頭要思考清楚 但是 陳村委員 你剛剛提到說財法要修 本席呀 老早就提過了 財法修法 有它的正當性 但怎麼修 有它的意義 你看 我們經過了兩次公聽會 你主持一次 上次那個 那個 羅明財委員主持一次 但是 他都是從財權的角度 不是從事權的角度 我必須說下次我真的建議 賴委員 從事權的角度 來思考財法修改方式 目標是建構中央跟地方政府的 夥伴關係 而不是 只是想把錢拿給地方而已 你拿給錢給地方而已 你以後 我跟你講 講白點 換成你國民黨將來如果有機會執政的話 搞不好你好好就要修法一次 我講白點 除非你要做萬年的地方黨 這體制不容破壞 這體制迫害會形成大家的共業 毀了這個體制之後 貪磅了中央之後 對家家沒好處 中央沒拿到 中央 地方沒拿到 中央沒有辦法運作 希望我的國文程度 中文系的主席能夠聽得懂 謝謝郭國文委員 剛剛這已經是第四位委員提到 地方制度法修正 請內政部一定要記得 趕快提出地方制度法相關的修正 還有財政部有關 公債法 還有地方 稅法通責也趕快提出相對應的 版本 不要像財劃法 一樣沒有沒有提出來 其實我一直在聽到這個 郭委員講說破壞體制 不是好事我聽得很遺憾 這個 國民黨就是推翻了清朝的帝制 破壞了體制才建立了亞洲 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民進黨就是破壞了這個威權的體制 才建立我國的政黨輪替 所謂破壞體制是國家進步的 象徵 破壞體制是好事 國家要進步 民主進黨如果不想進步 不想破壞體制 我是很遺憾 因為我一直覺得民主進黨是一個進步的政黨 可見你們已經放棄進步的理念 接著我們請羅明猜委員 你說破壞體制是壞事啊 清朝地制被破壞 威權體制破壞 國家才進步啊 才進入民主共和國 才進入政黨輪替啊 謝謝 主席 各位委員大家好 主席 你的發言 令本人感到深深的佩服啊 其實我們在想的就是民眾第一嘛 所以環境 時代一直在改變 我們這邊要修一個與時俱進的法 來符合大家的期待 這是最重要的 那我想 採訪法在 財委會啊 我們有多次的討論 那主席 他是 比較客氣一點 不然的話其實 今天本來就應該要逐條啦 但是 廣納民意 讓大家多多討論 也是 可以啦 那所以對 主席的 這班的 這個做法 我們給予 熱烈的掌聲鼓勵 他很勇敢 而且 這個 體恤 大家的這個需求 我們看到 才華法 很多啊 不分黨派 包括 本院委員 賴瑞龍 16個人喔 不是一個人喔 都有提出喔 當然林思敏 徐宇貞 還有 特別提到的就是 武立華 有17個人喔 也 都有提出 才華法的這個修正喔 以及 賴委員 張家俊等等喔 呃 還有蔡毅瑜 蔡委員 等16個人提出喔 一個修正 的一個草案 那還有 這個 零零總總 這一整本喔 包括陳超銘等等 表示 我們來自地方啊 的確 有這樣的一個需求喔 像本席 來自 新北 我們有400多萬的人口 但是 每一次 講到 錢的問題啊 中央的思維就是 極權 極錢 所以我們必須要來 把這個事情喔 充分來討論一下 究竟 對地方的補助 是誰說了算 如果你把這個 仗一掐開來 那到底誰說了算呢 把所有的權 集中在一個人 兩個人的身上 這適合嗎 請問中華民國 是 人民的國家吧 中華民國是應該要 以民為主嗎 怎麼會變成這個 封建的思想 全部要集權 又集錢呢 所以多次 在這邊討論 我們就希望這樣 有一個公平的對待 新北有400萬人 那 應該要跟 台北市一樣 什麼地方有問題 要拿出來啊 所以 我們在上 上一個會期啊 已經 在財委會也通過 財政部 必須要 勇敢的面對 要提出自己的版本來 我想 真金不怕火燒啊 你就把你的規定 你的 公平性 你的可行性 不敢說百分之百 但是你要找出一個 至少百分之八十九十 大家都可以認可的 所以因為 這是一個平均的一個概念嘛 每一個人 不論是在窮鄉避朗的地方 或者大都市的地方 應該要有他起碼的公平的對待 所以 我覺得 主席這個做法 很令人欽佩啊 發揮了 金門人的這個 努力 奮戰的精神 不惜挑燈業戰 那我們當然也是 樂意 一起 來 關心 一起 來 找到一個好的方法 那最重要的就是讓 財政部知道 你們錢不能全部集中啊 然後跟你比較好的 你們標準到底在哪裡 我們都搞不清楚啊 每一次 開會的時候 過去大概 主席長啊 或是 陳政部長 大家看到都把他 哇 都捧得高高的 其實這個時代已經不一樣了嘛 應該要以民為主 讓所有的人民知道 他的權力究竟是在哪裡 像我們新北長期以來啊 跟其他地區 跟高雄其他地區 比起來 落後非常多啊 在這個錢的補助方面 所以我們希望說 新北 有那麼多的人口 熬熬待補啊 我們包括很多的 這個 捷運 包括有很多的 教育的補助 義交 義消 醫院 醫療 等等的補助啊 我們都需要 中央 大力的支持 喔 能把你的公式讓我們知道 也讓地方 他知道 如何來 來編列 而不是每次 都是 帶著一個 關愛的眼神 拜託拜託 中央多給一點 這個不是啦 這不好啦 所以次長在這邊喔 部長常常在講說 中央跟地方的關係 是夥伴的關係 既然是 夥伴的關係 那你要清楚讓我們知道 地方的努力 可以得到 什麼樣的補助 讓所有的 民眾 知道他的權利 應該是在哪裡 不然的話 我看長期這樣下來喔 貧者月貧 負者月負 這個整個失衡的情況 讓我們覺得 真的必須要面對這個問題喔 25年沒修了 再不修什麼時候修 對不對 那當然有提到說 總預算的問題 其實可以雙軌並行啊 只要拿出誠意 有什麼東西 不能修了呢 對 只要站在民眾的立場 大家好好來思考 那找到一個最好的方式 如果真的不滿意 至少 可以比 現在目前好吧 現在大家都充滿了很多的 猜忌 充滿著不安 然後希望我能多一點 或者是說 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 綠能 你不能 或者是說綠的地方就比較多 這個 沒有一個公平性嘛 所以我們希望說 包括 高雄市也好 台南市也好 很多地方大家都希望能面對這個問題 包括我們現場有很多的委員 以後可能也會 回去選 縣市長 我這樣看過去的好幾個 當然是希望說能爭取的 多爭取一點 那一個 下面也有啊 下面好幾個也都是有機會啊 那個 沒有什麼利益回避的問題啊 這是把 整個制度 建立起來 長長久久 這樣子 大家才有一個 有一個音訊 所以希望 主席 繼續努力 繼續加油 我們會奉陪 謝謝 謝謝羅明財委員 接著我們請林德福委員做程序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我想今天財政部啊 這個 阮市長包括所有的官員還有我們很多委員啦 對財劃法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那首先啊 我想財劃法有經過 這個三任 這個總統 政黨輪替 一共25年了都沒有修正 那 財委會 要財政部在本會期開始的時候呀 要提出草案來 結果到現在 都還沒有看到 這個 行政院 提出的 修正案 甚至於行政院 卓院長啊 這個 還在院會表示說 現行法規的運作與地方配合的 很好 喔 那 請問如果現行法規 和地方配合的很好 那為什麼 代表全國民意啊 過半的國民黨民眾黨 甚至於啊 包括民進黨的立法委員都需要 他們都提出版本 就拿 有最高性 原則性 以及啊 固定性的法律位階 最高的憲法 都能夠 這個 因實來質疑 因地來質疑 來提出修法 那我請問 為什麼對於有修法必要的財法法 財政部卻好像 這個 無能力 無能為力一樣 難道財法法的法律位階 比憲法 的位階還要高嗎 其次 大家都知道 經過了25年啊 這個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 組織啊 的變革 就差了 非常的多 那現行 財劃法 真的像卓院長 所說的 運作配合的 非常的良好嗎 如果 真的很好 那城鄉差距 應該會縮小 這個賴總統在十多年 當台南市市長的時候 也應該 是不會出現 南北的一個差距啊 那 讓他卑微地向行政院 來抗議 強烈要求 修財法法 在 十多年前喔 因為賴總統他有向行政院抗議 強烈的要求來修 財法法 更不會讓台灣的 東部西部啊 出現嚴重失衡的 發展狀況 那我請問財政部各位長官 微波你們的良心想一想 修法 難道真的沒有急迫性和必要性嗎 反市長 你跟財政部所有官員應該 要好好的去思考 最後啊 在25年前 精神 財法法 修法後 中央政府 競收入 暴增 縣市政府卻 經常 經常是 財政困擾 困窘 向中央來喊話 那本席一直認為說 財政部把修法 責任啊 歸咎地方 這個 分配的比例 喬不容 因為 在這裡其實我們修過幾次 那 以喬不容 修法必須要 從長記憶 甚至於影射 立委提案 是倉促立法 喔 再再來凸顯 行政權 磚斷 和傲慢 本席是 強調 修法不應該再拖下去 千萬不要讓財法法 這個整個修法變成啊 一個天荒夜談 以上 喔 我 都在時間裡面 我來 講話完畢謝謝 謝謝林德福委員 接著我們請 鄭天才委員做會議詢問 我們許曉信委員發言完畢後 我們會休息五分鐘喔 讓大家休息一下 接著我們就要進入廣泛討論喔 主席各位委員 本席也有提出財政收支 發文法的修正 那今天因為 這個好幾位 這個 我們民進黨的 委員一直提到總預算 這個總預算 為什麼 會因為造成 就是因為行政院 沒有依法行政 對人民而言 依法行政 是最基本的 要求 對 現在 現在對 原住民族而言 變成是一個 最卑微的 訴求 我先說 所以 立法院所通過的 法例 行政院 沒有提負義 沒有依憲法的職權 提負義 就表示 沒有自愛難行 也經過 賴清德總統 公不施行 這個就是法例 人民 要求政府 依法行政 所以 這基本的 訴求 現在變成 原住民族 最卑微的訴求 依法行政 好我們接下來看 我們原住民族 禁法補償條例 是105年公佈施行 104年立法院三都通過 民國82年 本席在台灣省政府服務的時候 就定了禁法補償的要點 82年 前幾天 柯建民總召在黨團協商的時候他也提到 82年就有了 當時是多少 2萬塊 82年到現在30幾年了 6萬塊算多嗎 按照物價指數 而且是經過民進黨的立委的提案 32人 竟然行政院可以不依法行政 不依法編列 好我們看今年的 預算書 今年的預算書 圓民會的 單位預算 公務預算 編了28億多 作為禁法補償 受萬的作為做其他的費用 只剩下27億 作為禁法補償 所以少了14億 支應 編住民族 綜合發展基金是違法的 編住民族 綜合發展基金的收支管理應用辦法 的法源 是 編住民族基本法第18條 第18條是作為 編住民族 經濟發展的業務 所以作為貸款 經濟貸款 微型貸款 等等 而且按照 行政院送來的 編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的 預算書 明確規定 預算書明確規定 本基金系預算法第四條第2款第 第2項第2款第4目 鎖定 預算法第4條第2項第2款第4目鎖定 凡付出人可收回 什麼叫凡付出人可收回呢 譬如說 貸款 經濟貸款 付出去之後可以收回本金 還有加上利息 進法補償是付出器是說不回來的 所以 所以 用綜合發展基金是違反了 所以 跟大家報告 馬英九執政的最後一年所編的105年度的預算 一百零五年度的結算 累積短處 累積短處 63億 累積短處63億 裁員不足63億 好好看預算書 114年度 114年度 行政院送來的 一級數 一級數多少 累積短處 67億多 所以 高金素媒委員 跟本席提出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8條 要補回來 這是轉型正義 違反挪用的要補回來 這是轉型正義 我的時間還沒到 違反挪用的要轉型正義 這是原住民族最卑微的 所以這是要返還 這是返還 我們沒有增加 我們不是增加 原住民族發展基金 我們是要你們返回來 在這邊特別特別的 我本來不想發言 因為今天一直談總預算 所以我不得不把 我是30年的公務員 預算書清清楚楚 從無到有 進法補償 從無到有 所有的法律 都是經過我的手上的 在這邊特別拜託大家 以上 好謝謝 鄭天才委員 謝謝 可以簽名等一下有 你發言時間 接著我們請 許曉星委員做會議詢問 謝謝 那個吳委員不好意思喔 那個吳立華委員高金委員喔 請這個 來發言過 聽眾 許曉星委員 現在是我的發言時間 大家有一件可以來簽名 我會讓大家唱所議員喔 對對 好你們可以上來發言 請簽名喔 來 我在這裡啊 我們現在讓 吳委員 那個吳立華委員跟高金素媚委員 都有發言的時間 好 讓他們講兩分鐘 小心請等一下 許曉星 你安靜 好 我知道大家都很認真爭取原住民的預算喔 接著我們請 曲曉星委員發言 吳立華委員 你剛剛已經發言過了 等一下請坐 好 你可以找內政委員 你剛剛第13個發言耶 尊重我們一下好不好 好 也可以回 好了啦 好好OK 那我們 你等一下可以上來講喔 好了啦 委員等一下有你發言的時間喔 等一下再發言啦 接著請曲曉星委員做會議詢問 謝謝主席喔 站在這邊老半天終於輪到我 那呢剛才聽到很多委員的論述呢 我覺得非常奇怪 很多委員一直講說什麼 哎呀不省預算 所以呢 不要省財化法啊 等等的 第一件事情是根本就沒有不省預算的問題 而是要求行政院在三讀通過的法案裡面要依法行政 現在這個 預算呢 總預算還在協商當中 我們不管是 上個禮拜 這個禮拜 下個禮拜 都還在進行協商 那協商結束之後 自然就會進入到審查的階段 那這有什麼好事為不審 或是黨 或是刪除的呢 要求行政院對於三讀通過的法案負責 對農民原住民醫護人員多加照顧 這不就是我們本來立法委員應該要 要做的監督之責嗎 再來我覺得很奇怪喔 立法委員是怎麼回事啊 我們只能一次做一件事情嗎 我們是這麼沒有能力的一群人嗎 我們沒有 預算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就不能修法 那修法的時候就不能審預算 不是啊 這兩個事情是可以並進的 有一大群人 他們正在為了總預算正在協商 與此同時我們審查財政 劃分收治法怎麼了嗎 沒有怎麼啊 預算歸預算法案歸法案兩者並進到底有什麼不行 還是說現在有些委員覺得 總預算就是沒有辦法進來了 今年就是不會審了 對自己這麼沒有信心嗎 我倒是對民進黨很有信心啊 我覺得總預算最後是一定會審的 我們也很期待接下來的審查 只不過現在還在協商階段而已 就有必要這麼急嗎 反而是法案很急啊為什麼 因為 法案的部分討論這麼多年了 財劃法既然已經討論這麼多年 那讓他繼續討論下去 是延續過去討論的基礎 那能不討論嗎 既然過去把它視為一個這麼重要的議題 那現在難道就不重要了嗎 所以我覺得預算總預算歸總預算那裡正在協商 不要去打擾人家 但是不等同於我們現在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不能去做審查 這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再來呢我要特別講喔 因為為什麼要審查這個財政收支劃分法 因為 只依靠補助會有更不公平的問題 他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制度 比方說114年的預算 中央易住的部分 如果我們把六都來比較 統籌補助款 統籌加統籌分配款加上補助款 高雄市拿到多少 1229億 台北市是多少呢 861億 兩者相差了370億 如果呢我們只看補助的收入的部分 不看 統籌分配款的話 台北市只拿到了163億 高雄拿到了701億 708億 同樣都是直轄市 卻差這麼多 所以用補助來替代統籌分配款 變成是中央政府喜歡給誰多少錢 就給多少錢 這對各縣市來說都是不公平的 為什麼我們不把它法制化 制度化 讓這個法律呢能夠公平的按照法律規則 去分配給不同的縣市 而不是只依賴於每年 好像我們都要把行政院當皇帝看 然後呢各縣市政府要像把他當皇帝一樣 希望他們來施捨我們一點預算 變成呢 今天我中央說 喜歡你這個縣市 我就多給你一點錢 多補助你一點 不喜歡你的是縣市呢 我就少給你一點錢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所以應該要回到 財政收支 收支劃分法裡面 讓法律取代 更這些補助 讓他回到正軌 我覺得這對於各縣市的 鼓勵財政努力 還有共享招商成果 才是最好 最有辦法 最 符合法規的方式 所以在此 再次跟大家建議是 財政收支劃分法要繼續 快速努力的審議 召集不同 各縣市的意見 不同的版本 大家一起 坐下來好好談 這個跟總預算 沒有太大的關係 持續的討論才能有更好的 財政收支劃分法 謝謝 謝謝我們 許小新委員的 會議詢問 好 現在 主席宣佈 我們 要先休息喔 那休息10分鐘 讓官員也休息一下 大家休息一下 然後 休息回來以後 我們進行廣泛討論的時候 剛有登記了 然後就會讓官員 上來 跟大家一起討論 好我們現在休息10分鐘